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谢谢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第二季的开始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新朋友 就是瑞银投信的台湾投资长陈硕存 Tony我们欢迎Tony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存Tony 好Tony谢谢你 因为你一来我们就要给你一个大的题目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礼拜 真的就是这个中东战火又起来的 那中东战火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原来2024 我们都以为他要回到一个常态 对不对 就是从疫后常态 然后我们也期待这个降息 这些事情都出现 可是好像不是 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看三大经济体 所以瑞银怎么看 就是美国降息好像延后了 这个日本呢 其实他才要开始升息 那欧洲呢就很安静的在做自己 对 那Tony可不可以用你的专业字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这一波的一个经济循环是从疫情之后 然后藉由整个刺激政策 那导致各个国家 各个产业会有不同的一个复苏的一个速度 所以说这一次比较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叫做罗伯敦 各个国家各个产业相对来讲 有不同的比较不同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先讲美国好了 我们认为2024年第四季 美国的经济成长 还是会在各个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比较强势的 那而且这个态势会持续 直到上半年 那服务业的一个部分 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强势 那当然我们最近也观察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数据 就是在全球制造业的部分 那像全球制造业的这个新订单跟库存的这个比例 我们发现有开始反弹了 那这就代表就是整个过去两年的这个去库存的周期 其实开始慢慢的结束 所以制造业接下来会接力 这个服务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反弹 那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全球的一个经济体跟它的产业 有一个所谓的接力的一个情况 那讲到制造业会反弹 那我们就要讲一下欧洲 那短期内欧洲的这个制造业反弹 它的确会让欧洲的投资信心 那又或者是一些出口 相对来讲表现得不错 我们从最近的经济数据也可以看到 那但是它不会改变我们在2024年一整年 对欧洲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认为欧洲接下来它降息是必须的 那当然短期间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反弹 对于一些风险性资产的一个这个表现 相对来讲是有帮助的 好那带来我们再来讲一下亚洲 那先来讲一下中国好了 那中国的部分我们认为今年要达到5%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是蛮拼的有难度 那怎么说因为房地产的去杠杆的话 持续在进行 但是今年一二月份 中国的人行开始有做一些刺激政策 那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制造业反弹 那这两个部分其实都可以让中国的经济 有一个蛮托底的一个这个效果 所以总体来讲我们讲 美国相对来讲表现还是比较强势 那欧洲是正在改善当中 那中国是OK的 那日本当然它经历的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质变 那走过了这失落的30年 所以我们认为日本在长期的一个经济成长 它会跳脱过去失落30年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况 那不管是在这个就业 或是国内的一个企业文化上面 或者是反映到风险资产的一个表现上面 其实都可以有期待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美国欧洲跟日本 那无论如何这几个国家 我们真的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我们要观察 因为Tony就是要从让我们从市场上去了解 不是只是单纯的总体经济吗 对不对 我们都不是经济学家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Tony这样解释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 原来我们市场要看的是产业面 对不对 因为还蛮多听众问我说 那美国利率也炒完了这个议题 那接下来又什么财报的议题 到底后面要到底要看什么 Tony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想法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制造业是不是可以来接受 对对对 所以那这个可是那又讲回来了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整个欧洲这件事情 它的利率好像看起来会是优先降息 这个我们怎么样从央行的利率政策 来看这个市场的变动呢 好的那从欧洲这个经济体来看 第一个我们从产业结构面来分析 那它是比较以制造业为主的这样子一个经济体 那制造业它其实对于利率是比较敏感的 那再来其实欧洲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都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一个高利率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样子的高利率阶段 它其实对于一般实体经济的一些贷放 银行的贷放 那尤其欧洲是很仰赖银行去做贷款 去提供资金给实体经济的 那所以说那当然之前我们也遇到 就是德国在制造业还没有复苏的这个阶段当中 它有一点点进入通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甚至会有陷入技术性衰退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欧洲央行它现在面临到的就是 第一个它的通膨下降的是比它自己预期来的快 又比美国来的快 那它相对来说它这个降息的底气也是比较足够的 所以就我们这个欧洲银行的观点来看 我们对于欧洲央行在今年降息 降息的幅度跟时间点 其实我们是蛮有这个信心 就是欧洲央行第一个 掌握得很好 对 我们认为它在六月份 最近释出来的消息也是这样子 六月份降息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 那而且它降息的幅度 我们是预期大概今年会有四码 也就是一百个基本点 一个percent这样的一个降息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说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短期经济的一个循环 已经到了必须要去 江航必须要去采取动作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对于欧洲这一块去做降息 相对来讲 从产业跟它的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我们是认为是降息的机会是很大 那这样听起来 如果我们觉得欧洲是四码 那我们也知道在应该是六月这次的会议 就是五月六月的联准会的会议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不太期待它有降息的可能 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也重新看了 对 是我们现在认为就是最新的一些通膨数据 那加上一些干粮性因素 包括地缘政治 那让整个通膨的一个数据是有一个桥尾的一个效应 就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联准会看起来 它可能会在九月份去做降息的一个动作 那降息的幅度在2024年可能大概只有两码 五十点 五十个基本点 对 五十个基本点这样子的一个幅度 那这当然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期望 相对来讲是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就跟年初来相比的话 其实市场跟这个利率期 这个跟联准会的一个预期 相对来讲它还是呈现一个收敛的状态 所以不确定性当然还是有 但是它开始是慢慢在收敛当中 那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点 对 所以这个很有趣 其实我们当然还是有做一点研究 然后每天还是要看很多新闻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联准会之所以 它的降息这个幅度缩小 就是0.5个百分点 五十个基本点 然后欧洲因为它就像Tony讲的 它已经不习惯这么高的利率这么持久 所以它降息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那四码大概就是一个百分点 那如果这样看 它的最重要 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因为通膨的因素 对 那通膨我们都知道 以为要下来 可是现在今年我 这个今年1月到现在 我最常用的那个字 而且最不会写 就是年这个字 就是通膨很年 年着性高 年着性高 然后这年着性 偏偏就是这个礼拜 这个中东战火又上来 然后我们说所有国际新闻都在谈 它市场受到的影响 到底会多大的波动 所以这个中东战火影响通膨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Tony帮大家解释 那商品啊 货运啊 这价格都在乱漂 好的 那其实 最近的一个通膨数据的一个反弹 它其实有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是所谓的结构性的因素 就是美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 他从去年三月份开始 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的一个失之所得提高了 他口袋愿意消费的这个意愿也提高了 因为口袋里面有钱了嘛 那刚好又遇到一些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学 那刚好又在这个去年佳节的时候 都遇到了一些这个假期 所以大家没事就开始消费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以消费为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动能 相对来讲 它本来就会造成通膨的黏着性是比较高的 那再来第二个所谓的一个季节性因素 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 包括其实从去年的第三季第四季开始 就有部分这样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全球货运主要是掌握在 所谓的苏伊士运河跟巴拿马运河上面 那苏伊士运河 它之前是遇到就是所谓的 红海的一个叛军的武装冲突 对 对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很有趣 去年大家都知道天气是比较热的 有比较多的明显的一个声音现象 那造成巴拿马运河附近的河泊 这个湖泊它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水量去调节 对那而且大西洋跟太平洋的水面 其实是不一样高的 所以巴拿马运河其实是需要 这些湖泊去调节的 但是去年的降水不够 所以导致这两个运河 他们的一个货物吞吐量 有部分的一个困难 那在岁末年初的时候 刚好也反映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价格上面 包括航运价格 包括保险的一个价格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在今年的一个第一季 我们的一个所谓通膨的一个 季节性因素 它特别强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我们认为 现在的这个一发冲突 相对来讲要扩大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毕竟伊朗跟以色列 这两国是没有任何的领土交界的 那必须发动武装冲突 我必须要去 要飞过去 要飞飞弹 对那当然相对来说 以色列也必须要靠这些盟军的情报 包括美国 包括其他阿拉伯国家 那这也意味着他可能有 比较大的一个国际舆论的压力 会要他去做这个休战的动作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影响性 现在看起来短期间要升高 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这个机会是比较低的 那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我们看过去两个战争 包括乌尔战争 包括去年10月的这个以阿冲突 其实从时间点来看 现在往回推一到两年的时间 都没有影响到太多市场的一个歌曲 理解 其实我们有曾经邀经济学家来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冲突 以前我们可能一下子就把市场打垮 可是就是因为资金太多 所以市场资金还是一直在找地方放 所以你要一下子崩下来 其实还蛮难的 对因为大家还是要有些标的 那其实Tony 那你刚刚就提到这个 因为要制止这个伊朗 有太多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这个国际势力就很重要 那国际势力当中我们最清楚 就是美国G7 那美国这件事情呢 其实它真的很尴尬 因为刚好就在大选嘛 对不对 那可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虽然都是老先生 可能他们的意志非常坚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拜登 或是不管拜登总统或是川普 他可能会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再选我们的资产配置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那在这个以阿拉伯的一个地缘冲突发生之前 其实大部分投资人对于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紧张的程度 是比自己美国人都还要高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美国大选 可能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好了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研究结果 就是其实你不需要急着去做调整 怎么说呢 第一个我直接送给大家几个结论 第一个 太棒了 别看全国性民调 然后选举别太早定调 那国会选举很重要 民主共和一样好 那这几个原因我开始为大家一一来分析 就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民调 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民调 那大家的民主素养都非常高 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所谓选举人质 那当然现在可能这七个摇摆州里面 川普都是民调都是领先的 但是这又带到了我们第二个结论 就是选举别太早定调 因为其实过往美国的总统大选的一个历史 包括1980年 1988年 1992年 这个雷根总统 老布希总统 克林顿总统 他们其实最后都是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 最后翻盘 应得总统大选 所以目前大概还有六个多月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也别太早去定论说 川普是不是马上就要当总统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些司法诉讼的一个 这个案子缠身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国会选举很重要 我们认为今年的国会的一个选举 同样会导致就是所谓的众议院跟参议院 会两党分治 那只是结果翻过来而已 我们认为众议院的部分会由民主党拿下 那参议院的部分会由共和党拿下 那这样子国会分治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对选民来讲 对投资人来讲也是好事 因为这两个候选人一般被大家最诟病的就是 大家说拜登偏左 这个他希望大家都好 那川普偏右 他是一个政治狂人 但是分治的国会相对来讲 可以降低这个所谓政策的摇摆程度 因为毕竟美国总统他的职权主要还是 比较局限在外交跟军事上面 在内政上面还是需要国会的这个所谓的沟通 支持 所以国会选举 国会结果分治 我觉得这对于选民来讲其实是一个安定的力量 那当然最后民主共和一样好 民主共和一样好的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七十几年的总统大选 我们来看 其实总统大选当年的股市都是上涨的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民主党当选还是共和党当选比较好 哪一个会比较好 那共和党可能会高一点 百分之十五 那民主党大概是百分之十二 那但是这两党当选 当年总统大选都是上涨的 而且经济成长率大概都是三个percent 经济成长大概都是三个percent 那我会说他们一样好的原因就是 他们很多政策最后导致的结果 可能都是 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个预料之中 就是例如说 这个拜登常常被诟病他制造通膨 但是川普他的这个移民政策 同样也会制造高的通膨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 就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 投资人可以不用太快去调整你的投资部位 那其实历史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 如果说从川普2016年当选 很多人认为川普当选之后 国防类股会大涨 但是如果各位有投资国防类股 在2016年之后的话 可能损失不少 那拜登2020年当选之后呢 大家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绿能产业会好 但是如果大家这两年有去看绿能产业的表现 就会发现 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所以简单来讲 总统大选年 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的留在投资市场 不需要太快去调整我们的投资的部位 那最后 这个所谓的定海神针就是 国会最后结果可能是分支 会降低所谓政策摇摆的程度 那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可能我们都是属于过度比较紧张 这样的一个情形 Tony 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觉得大家应该要放心一下 而且也还蛮神奇的 我们都以为台湾在大选那一年 这个执政党为了要继续执政 他会把经济弄得很好 然后股市就会很漂亮 对不对 没想到美国也玩这一招 对不对 而且历年来都是这样子 在Tony的说法 对 照历史过去的平均来看 真的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 基本上今年GDP大概瑞颖的这边的孤单 就是三以上的成长率 美国差不多这个样子 所以没有我们原来想什么 硬着陆 软着陆 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 软着陆它还是会持续 但是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它是比较强的软着陆 对 理解 理解 其实为什么要跟听众来分享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还是很多朋友在买美国 或是他们很想知道美国这个整个经济动态 到底对它美债 这些到底有什么影响 其实Tony告诉大家 不要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原来配置是正确的话 就继续做 也不要因为觉得 这个川普谁上 这个拜登谁上 这个会影响我们的 一大早就在那边定乱 太早去调整了 对 理解 所以其实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肯酷 我们今天有我们最佳阵容的 我们的Tony 就是我们的瑞银投信的台湾投资长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第二季的整个经济的趋势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第二季 一开始就给大家一个震撼弹 就是这个地缘政治 东东的战火应该还会有一阵子 所以市场波动基本上是持续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说好 大家知道这个降息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会延后 可是有一个经济体 就是我们的欧元区 它基本上就是必须要降息 因为它的整个经济体是不习惯这么长的高息 第三个当然我们就看到就是日本的升息 也会继续发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大家要注意 那当然就是不要太担心美国的选举 虽然这个整个下半年都是美国选举的空间 就是整个报纸的版面 应该都是在谈美国选举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被太多的琐碎的新闻去影响 那我们要持续观察 就像Tony说的 我们要持续投资 这就是我们市场观测站 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你要持续听我们的节目 持续的我们会邀请最重量级的我们的来宾 然后我们从市场的角度 来解释整个全球经济的方向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清楚 放心的去玩 不要太担心你的资产配置 是不是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Tony了 有没有要帮我们补充 哪一些部分要注意呢 我还是会呼吁大家 就是在总统大选年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那持续在场投资的市场当中 其实相对来讲 有耐心的投资人 相对来说 在这一段时间都可以获得 可能不错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收益 今天我们谢谢Tony来我们的节目 市场观测站的亲众朋友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